各位,大家好,又是我啊NUALAMA,今天,我们会继续同大家讲述,顾家辉先生的生平和成就。 与顾家辉曾经合作过的填词人,顾家辉曾经先后与多名填词人合作,如,叶绍德,代表作包括提笑因缘,云良等等,林振强,代表作包括夜夜痴前, 扎声,及地球大合唱,盧国尖,代表作包括田园春梦,陆小讽,鲜花满月流等等,郑国江,曾用笔名江宇,代表作包括,小时候,无敌是最寂寞,小太阳等等,邓伟雄,代表作包括春雨湾都,京华春梦,万水千山总事情等等, 护家辉与黄尖的合作最为长久,代表作包括,狮子山下,上海滩等等。 他们首次合作于1972年,为香港首部华语音乐舞台剧,白娘娘普写多首歌曲,当中以潘迪华主唱的,爱你变成害你颇为流行。 此后二人合作无间,佳作不断,其中狮子山下一曲,更突显出当代香港人,永不言败的精神, 因此辉煌之名,得以预纳至今,仍为人所遵遵乐道。之后,二人渐渐淡出乐坛。 然而,在1998年及2000年,两度合办的辉煌演唱会,反应颇为热烈。 2004年11月24日,黄尖因病去世,顾家辉回港拜祭,以示哀悼。 他标示,一直视黄尖为学习榜样,这是他人生中永远的遗憾,会永远怀念他。 亦年,他更写了一曲以怀念黄尖,名为,尖叔,及黄尖博士的歌,并由郑国江,潘元良,及林直填词,由雷仲德篇曲,温那乐队主唱。 顾家辉曾经获得的荣誉顾家辉于1982年,获英女皇授予大英帝国原座勋章。MBE。 1998年,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同紫荆声章。 2011年,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授,终身成就掌。 2015年,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,金紫荆声章。 以表扬他为香港乐坛发展,带来重大的影响,及深远的贡献。 顾家辉所得的音乐奖项,多不声数,主要有,香港作曲家,及作持家协会音乐成就大奖。 1997年,香港电台,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奖。 1981年,该奖项为金针奖前身,亚洲电影节最佳歌曲,香港电影金像奖,台湾金马奖。 两次勁歌金曲荣誉大奖,1987及1990年。 将《民生还》透露,由他创办的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前五届。 1978年至1982年,顾家辉就已经有20首作品得奖。 顾家辉曾获多间学府,颁发颁受荣誉博士,包括香港演艺学院的荣誉博士。 2011年,香港教育大学的,荣誉人民学博士。 2014年,香港中文大学的,荣誉社会科学博士。 2014年,澳门培正中学,创立115周年纪念大楼。 顶层命名为顾家辉体育馆。 顾家辉与赞助人顾明君两位校友,于2006年5月8日下午,举行揭牌仪式。 据他透露,香港淪陷期间,他曾在培正小学寄宿就读两星期。 各位,顾家辉先生生平回顾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,明天我们会继续讲述顾先生的生平和他的成就,请大家不要错过啊。 感谢观看